为什么汉朝派出去的使者总会被人杀掉 我记得上学那会儿 学习汉朝治理西域 在提到班朝的时候 我一直以为他是个外交家 结果后来才发现 咱们官方对于班朝这个人的定义 首先他是一个军事家 等后来再详细了解一下之后才发现 班朝这一辈子的事迹 有很多确实不像咱们今天印象里面 搞外交的人能够干出来的 后汉书当中就提到过 说汉明帝在攻打匈奴的时候 窦固和耿中率军是一路打到了天山以带 在今天新疆的哈密设置了颐和都尉 把这里当作汉军进入到西域的中转站 因为这会儿离内地太远了 所以这帮人也没有功夫请示汉明帝 就让班朝以汉史的名义派到西域去了 班朝进入到西域之后 到的第一个地方 就是东汉进入西域的门户 善善国 这个地方也是后来唐朝顺人们天天要破的楼兰 班朝一帮人刚来的时候 善善国王对这帮天朝上国的使者 那还算是恭恭敬敬 服务周到体贴 可没过几天班朝就发现 这个善善国王来的次数是越来越少 招待他们的档次也越来越低 而且服务员的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班朝立马就反应过来了 说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帮人翻脸翻得这么快 肯定是匈奴的人来了 这国王是个奇强派 两边不知道该听谁的 于是班朝就把门外的胡人服务员叫了进来 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说你们什么意思 匈奴使者来了 竟然不和我打报告 你们把他们安排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服务员被吓得是目瞪口呆 赶紧把实话就都说了 那班朝是怎么解决的呢 很简单 只要消灭了匈奴的使团 那咱们这边不就是唯一的使团了吗 于是他领着一帮人 在大半夜跑到匈奴的营栈里面 放了一把火 趁着混乱的局势 把两百多个匈奴使团 连烧带砍全都杀光了 然后扛着匈奴使者的人头 就去找善神国王问罪 说真的 你跟我说这是使者 鬼才信呢 可事实证明 班朝这样的汉史 在整个汉朝的历史上 都属于是保守派了 汉武帝时期朝廷派出去的使者 那简直就不像使者 完全是出去找茬的 比方说像史记朝鲜列传当中就提到过 说汉史涉河出使朝鲜 结果这个大哥到了地方之后 就把朝鲜王当众骂了一通 一边骂还一边让朝鲜投降 那朝鲜王肯定不干啊 不过该说不说 这个朝鲜王还是有修养的 挨完骂之后也没有发火 而是派人护送汉史回国 结果这个涉河在回去的路上 就越想越信 干脆就把朝鲜送行的人给杀了 这杀人也就算了 最牛的是汉史安国少纪 汉武帝派他去出使南越国 而南越国的太后本来是中原人 当年属于是为了国家 和南越国和亲嫁到了南越 但最离谱的是 这个太后和安国少纪 他俩是老情人 这位汉史到了南越时候 不仅和人家太后旧情复燃 还把人家给睡了 这一同叫睡下去 直接把南越国睡得内乱了 一帮人借着太后 思通汉史的事 要和汉朝翻脸 南越权臣吕家 利用这个机会发动政变 杀死了太后跟汉史 以及南越当时主张 归顺汉朝的大臣 那他这么一搞 可把汉武帝乐坏了 本来正愁着没有理由收拾你 你自己送上门来 于是在公元前112年 汉武帝五路出兵 对南越发动了全面进攻 用了一年的时间 把南越从地土上给抹掉了 而也就是在同一年 南方的敏越 看着旁边的南越都没了 干脆直接投降 这也标志着汉朝完成了 对东南一带的统一 等到了汉朝帝时代 汉史嚣张跋扈的外交方式 也没有发生改变 比方说像汉史傅介子 汉朝帝时期 西域的楼兰秋辞 经常反复汉跳 一会儿归顺 一会儿就和汉朝翻脸 于是霍光就上奏汉朝帝 让傅介子出使西域 傅介子的解决方式 也非常直接 他带着两个武士 在楼兰国大庭广众之下 杀死了楼兰王 当然了 咱们今天说的 也只是汉史们 彪汉过往的一点点 翻越史记汉书 咱们就会发现 杀国王 骂国王 到人家家里面捣乱的记载 比比皆是 以前我就觉得 这些国家怎么这么没素质 连使者都杀 活该被灭 后来才知道 这些使者一个比一个能搞事情 这些周围的小国 要是忍不住动手杀了人 那就要准备被汉朝给统一 要是能忍得住 那就得准备 接下来迎接更加嚣张的汉史 直到你忍不住再被统一 可以说 汉代的使者 就像来买瓜的刘花强一样 你说啥都得准备挨一刀 这是为什么 秦汉时期的中国 被很多人称为是中华第一帝国 当时的中国 刚完成从先秦的分裂到大一统 整个社会还弥漫着 先秦时期那种狂野的彪悍风气 解决问题的方式也比较直接 这也导致汉朝使者的损耗率非常高 当然损耗之后的收益 那也是相当可观的